这是什么情况 决赛中只有一名中国选手 这是2008年短道速华世界杯的温哥华站 在女子1500米的决赛中 年仅17岁的周扬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所要面临的对手是韩国队的三将 郑恩珠 金敏靖 以及申心春 还有来自美国队的鲁克尔和爱丽森 可以说当时的周扬 无论是实力还是经验 都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而且最可怕的一点是 韩国和美国还都具有集团优势 国军奋战的周扬可谓是困难重重 他能够力挽狂难吗 与赛开始之后 只见周扬一记决成抢赞了第一位 这抹中国鸿显得非常的耀眼 但集团优势对于短道速华来说太重要了 短道速华战术有四个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关于集团的战术就占其二 他们分别是集体作战战术 以及掩护和配合战术 可想而知在这场比赛中 没有队友配合的周扬会有多难 说真的 除非是出现奇迹 否则对于出处忙碌的周扬来说 想要夺冠简之士妄想 一方面可以打乱美韩两队的节奏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落入他们的包围圈 不过在倒数第七圈时 周扬还是被美国二将来了个内外夹击 瞬间落到了第三名 还剩六圈时 韩国三将也开始发力 这人猪的能力实在是太强 直接从最外道反超到第一 而韩国队的其他两将也不甘示弱 以内意外再次将周扬超越 这样周扬就落在了最后一名 情况岌岌可危 而美韩两队则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 比赛还有三圈了 周扬必须要发力了 而排在道第二的身心中显然也知道这点 在倒数第二圈时 他眼看周扬要发力 直接把屁股向外甩进行了阻挡 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比赛还剩最后一圈 周扬仍然位于倒数第一位 但此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在比赛还剩半圈时 精明镜和鲁特尔发生了碰撞双摔倒 而鲁特尔再摔的一刹那又影响了身后的神星春 向外甩的时候又带跑了同胞艾利森 而机灵的周扬 则是完美地从最外道闪过 之后的周扬仿佛化身成了一个红色闪电 在最后一颗绝杀了郑恩珠 注意看郑恩珠的表情 可以看出郑恩珠非常震惊 简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如果有提及那一定是中国红 而之后的周扬也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路 即便是敌中我寡神献重围 我们也要费用向前永不延弃 感谢周扬为中国短道速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这些荣耀时刻值得被我们永远去铭记